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生 那么水喝多了,尿本来就会多 那么不喝水,尿也会相应的会少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但是啊,一喝水尿就多 是否就表明了你的身脏就不好呢 是不是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呢 当我们的身体啊,本身它不缺水的时候 喝水多了,就会排尿更多 因为身体呢,需要保持一个 液体的流入和流出的一个平衡 否则呢,喝水多,排尿少,就会出现水肿 因此呢,没有明显的问题 当你喝水的时候啊,你就会排便更多 那么如果说呢,你不喝水 你的小便呢,就会更少 如果你在不喝水的情况下 产生了更多的尿液 这可能表明是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像一些肾小管的疾病 或者尿崩症 患者呢,在不喝水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尿液 那么需要根据具体的原因 来进行准治 水其实并不是喝得越多越好 水喝多了啊,也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 适当的喝水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可以帮助我们去促进身体代谢 但是呢,也要注意保持一定的饮水量 每天呢,1000到2000毫升就可以了 并不是说喝得越多越好 水呢,也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是人体的细胞和体液的一个主要的成分 那么它在维持体内电解脂和渗透压 平衡方面啊,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调节和维持体温 促进人体的精神代谢 多喝水对于正常人的健康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但是呢,对于一些本身呢 患有肾病、心脏病 或者是一些肝病的人来说 咱们呢,也是应当啊 控制一下水的摄入量 不建议喝太多的水 那么像肾病患者 肾病综合症或者肾功能不全的人 如果说他们多喝水啊 水呢,就会进入到组织间隙 减少血容量 分泌过多的抗凌尿激素 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 肾小管对于水的重吸收 加剧了水纳储流 并且呢,引起眼紧和脚壞水肿 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全身 严重的人啊 可能会出现胸浮水 而对于心脏病的患者 像心功能不全的患者 严重的心功能不全呢 经常呢,会伴有肾功能不全 肾功能下降 从而降低了引流能力 那么多喝水啊 就会导致稀释的滴纳血症 从而会加重病情 还有对于肝病患者 比如说肝昏迷 不能正常进食 主要就靠外界补业 那么过量的摄入水呢 就会加入水肿 腐水 甚至会诱发脑水肿 所以说呢 咱们喝水量啊 还是要因人而异 平时呢 不要过多的饮水 每天的饮水量 在2000毫升左右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